屏東東港東流線碼頭 湧進滿滿的排隊人潮 一旁陸續有車停滿 有客大包小包行李 全都是為了要到小琉球去度假 預計昨日加今天的人數 就超過兩萬人 船班一班一班加開 往返小琉球與東港之間 交通船後船室碼頭 整個都是人 當午連假期間 適逢我們國內的疫情 做得不錯 疫情趨緩 再加上天氣非常的好 這兩天 前往小琉球旅客 有呈現爆滿的狀況 以昨天來講 第一天 廉價第一天 大概去小琉球 應該有一萬四千人以上 那今天的話 也是上看一萬人 東流線交通船斑斑刻滿 不管是去城或回城 人都超多 除了疫情趨緩以外 許多遊客也表示 真的悶快了 希望趁廉價好好玩 當然防疫也不能馬虎 到底多了很多人 老道基督客滿了 我們從新北市來 來到平東這裡 要做好防疫的工作 我們才能夠玩得愉快 才能夠玩得喜樂 由於搭船人數實在太多 未免防疫出現破口 航運公司也特別強調 遊客務必戴上口罩才能上船 當然相關防疫工作也完全不馬虎 而為了應付龐大人潮 航運公司也特別設置 紅外線體溫改側儀確保防疫 滴水不漏 防疫的部分我們是期盼 我們的民眾不要鬆懈 所以在船公司在我們太福航運的立場 我們還是用最嚴謹的一個防疫態度 搭船37.5度通過紅外線測量 超過37.5度的我們就可能就要再做第二次第三次的車輛 確定沒有達到這個超過標準 我們才會讓你上船 由於搭船的車輛和人潮相當多 東港運會立體停車場全滿 後船市及附近交通都人潮聚集 並出現賽車情況 且民眾行進時也要多加注意 同時也提醒大眾出遊保持適當安全距離 確保防疫無漏洞 屏東新聞 保育庭 張志豪採訪報導